闸门打开比赛开始 我们看到马匹率先出来的呢 就是红色彩衣的天娇公主 其实呢也开始挥边催马了 我们看到是街头勇士 然后呢排在本场比赛最前面的是 北方大佬的孩子飞鹰 然后是天娇公主 再往后面看到半个马身之隔的是飞侠踏雁 位于外栏的是正于天下 位于内栏的半个马身之隔的是五号马合力闪电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到的话就是 来自三号马横空出世 后面看到中间跟着呢是 街头勇士和华语时尚 那么他们是在第二个集团 还有黄色彩帽的是13号马合力旋风 以及粉色彩帽的合力之星 那么战略比赛最后的是后来居上 现在呢马匹已经开始没有太大的变化 还是在往前的一往无前的往前赶 那么但是呢我们这是一个2800米的大长途 所以大长途的话我们还是要等待最后的一个直线冲刺 那么现在的话目前比赛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我认为在后面的话最后的350米应该会有一个很激烈的斗争 好马匹呢马上就要过了第一次的终点线 依旧是我们看一下依旧是天娇公主啊来到了最前面 然后黑鹰掉了下去 然后是六号马飞侠他燕和八号马正于天下 我们还是在前面 接下来呢是五号马合力闪电来到了第一集团 华语时尚呢也是慢慢的赶超了上来 来到了我们的第一个集团 在后面呢可以看到是十号马合力之星 然后是十二号马红燕 还有区块链他们在后面啊还没有看上来追上来 那么现在呢马匹呢还有大概一个1200米的屠城要跑 又是一个御马者杯比赛的这么样的一个屠城 我们来继续看的话 现在排在本场比赛最前面呢 慢慢的变成了四号马 也是我们的大热门啊 虎虎声威 那么这匹马呢是北方大佬的孩子 由陆江峰侧起 他在长途上面啊颇有建树 拿到三冠三亚两季一殿的成绩 然后呢是五号马合力闪电 然后呢慢慢掉了下来的天娇公主 现在已经来到了第四位 但是华语时尚呢是赶超了上来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赛场好手大热门马匹 马匹呢已经过了倒数第二个弯道 再向最后的一个弯转直进发 看看究竟谁能够率先出弯 我们的华语时尚每次都是在最后的一个 差不多四五百米的地方 慢慢的来到了前面的位置 但是现在发挥的很顺的呢 依旧是北方大佬的孩子 虎虎升威 那么率先出弯的也是虎虎升威 然后呢是五号马合力闪电 来到了一个中间的位置 旁边就是华语时尚 后面呢有一批是正于天下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是粉色彩帽的一批马匹 也是来自合力马业的一批马 在网上追 但是现在呢 虎虎升威呢已经突出了重围 其他的马领先了大概是四五个马身 其他的马是没有其他的机会了 四号马虎虎升威拿到了这场120万元的 中国马主联盟杯